大连兆丰农场发生了大火 这起火的位置是在入园处的电动车仓库 火势蔓延很迅速性 消防人员及时赶到把火势扑灭 没有人员伤亡 不当时呢 刚好是电动车充电的时间 64步的电动车全烧了金黄 皮皮搭建的棚子都已经被烧的凹陷 里头天放的电动车几乎也被烧的全毁 火势虽然已经扑灭 消防人员继续洒水降温 是电10分左右了 要说通话是什么 就已经都是火了 就已经都是火了 那时候下班了吗 下班了下班了 入口就看到很大火 深夜10点10分左右 花莲星光照封农场突然发生火警 正值员工的下班时间 看见入园处发生大火 吓得赶紧报警 由于晚间正值电动车的充电时间 再加上车棚当中 电动车的平方间隔相当靠近 只要一步起火燃烧 火势立刻延烧到隔壁 所幸消防人员及时赶到 将大火扑灭 这一间火警燃烧的区域 主要是它的电动车停车棚这个区域 旁边也是提供游客租用电动车的地方 所幸现场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初步经典 64部电动车遭到大火焚毁 加上凹陷的铁皮膨价 招工农场的财产损失大约是2000万元 还好农场里的电动车一共有300部 对营运不至于造成太大影响 不排除是电线走火 而真正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 记住我们千奥 欢联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